是 我跟你说啊 这次我来 我最感到高兴的时候 看见小瑟主动学习走路 这是大事啊 好啊 我看到她的希望了 小瑟 加油啊 这些啊 都是妞妞的功劳 对 姥姥 大姐给我提要求了 第一 今年我的身体 必须完全康复 第二 必须考上大学 老爷 到时候我给您再打 好 既然说了 你可不能反悔啊 我告诉你 等你腿好了 咱俩一定赛跑 看谁得第一 再做了都是彩排 行 老爷 别太自信啊 等小四好了 没准还跑不过他呢 你老爷他是老寒腿 关节炎 还要骨质增伤 你走路多了腿就疼 谁说的 当年季星君一气 七八十里路 没问题 现在我一次也可以走那十来里路 不信 咱俩打个赌 好 行 不不 不 不比走路 比吃饭 你老爷是饭桶 静静我的短子 林大 这次回来打算住多久啊 舅舅 这次我不回去了 仍然在国内发展 好啊 现在国内发展很好 比美国发展的还好呢 早该回来了 舅舅 我这次回来 一是来看看您 二呢 是有件事想要麻烦您 谈什么麻烦哪 有事尽管说吧 我啊 想在北京成立一家投资公司 所以有关这方面注册的事 想请你发帮忙啦 好 我给你找那个宋超 宋客长 局长 有个问题 你有客人呢 有 来来来来 怎么走 那种 宋部长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宋超 宋客长 这是外甥女林大 刚从美国回来 您好 您好 宋客长 局长 有个评估报告 希望你签下字 好 好 谢谢 那你们聊 我先走了 宋超 沈牛布 她不刚从美国回来吗 我想中午呢 咱们大家吃一个饭 顺便呢 她有个小忙 得去让你帮一下 帮忙没问题 饭就不吃了吧 家常便饭嘛 我跟她舅妈 年龄都大了 你们年轻人在一起 还有得聊 不是 您的家宴 我不方便参加吧 没什么 就是一顿便饭嘛 是吧 对啊 宋客长 您就别客气了 我这次回来啊 有很多事要麻烦你 今天这顿饭 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我就太没面子了 是啊 就这么定了 行 那 时间还早 我再去忙会儿 好 再见 来 咱们大家喝一个 嗯 送个让子 来 来 随意吧 来 吃菜 小宋啊 你别拘谨 千万别客气 今天呢 没有外人 都是自己家人 你呀 踏踏实实的 该吃吃 该喝喝 好 小宋啊 成家了吗 还没呢 那可得抓点紧呢 琳达 你说你也是 到现在也不交男朋友 就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这年轻人啊 都怎么想的 这结婚生子天经地义 可是他们现在一个个的 根本就不往心里去 一点都不着急 哎呀 舅妈 哎呀 你呀 也别嫌我话多 这之前 我们家老周 也撮合过你们 可是 到现在我都不明白 怎么两个人 就没到一起去呢 老周你看 这两人多般配啊 哎 你不懂 别瞎说 您宋科长 心有所属了 哦 看来 能让你如此专一 尖真不渝的 肯定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女孩 改天让我见见呗 还行吧 都有机会 一定能见到 小宋啊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都这么长时间了 就这么耗着 你那女朋友 不会是有什么二心了吧 阿姨 你多虑了 没有 小松 你可别不往心里去呀 你看 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岁数也不小了 可是人家女孩还年轻 你耗不起呀 我听说 她事业做得不错 有资本 是个女强人 你看你呀 一 你岁数这么大了 二 你没房 没车 你虽然有个工作吧 但是 你也比不上她呀 你说是不是 都吃饭了 说那些干嘛 宋科长 喝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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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请 喂 林静 宋乃哥 一会儿下班了 你有没有空啊 陪我出去逛逛吧 今晚肯定不行 要下班 说完的活儿特别多 能改天好吗 那行 那就改天吧 行 多理解我啊 拜拜 来 进来 好 就这样再见 孙所长 刘小姐 你好 怎么样 办完了吗 投资公司的执照 我已经办下来了 太好了 请坐 这次啊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帮忙 都是你舅舅帮的忙 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瞧你这谦虚劲 以后啊还得上进 怎么样 请你吃个饭吧 吃饭就不用了 是这样 我呢想见一下你的女朋友 谈一下合作方面的事情 再说了 你就算不看我的面子 也得看我舅舅的面子 行吧 那我约着你们吃个饭 那就这么定了 好 琳琳啊 宋大哥 你在哪儿呢 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 好几天都没见你了 最近工作太忙了 所以没去家里 我在医院 正好顺路经过你们那儿 我去看看你吧 从医院出来 你病了 我没事 我去给小四拿药 顺便去拿下化验单 没病就好 一会儿去 行 那一会儿见啊 近几年啊 我在国外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对资本运作和证券市场 有所了解 那这么说来 楚小姐是个金融专家了 过奖 只不过是积累了一些经验 特别是对公司上市 股票座庄方面 都深有体会 可我听说 上市的手续非常复杂 除了要审计评估之外 还得要需要几年的辅导期 对 公司上市具有标准 必须符合条件 不过 你既然拥有上亿资产 效益又不错 理应上市运作 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 扩大规模 向高科技 房地产等领域进军 增强企业实力吗 楚小姐说得非常在理 可是对于这方面 我真的不是太懂 没关系啊 有我啊 作为理财顾问 我们公司会全力以赴配合 帮助你运行 保证成功 可以我对企业上市的了解 张家集团目前根本就不具备 上市的实力 媚媚 我觉得还是要 找有方部门详细咨询一下也好 可我觉得 楚小姐说得非常在理 我很感兴趣 所以我想试试 其实啊 宋科长说得有道理 毕竟小心无大错嘛 不过令我欣慰的是 我看到李董事长 真的是女强人 大老板 年轻有为 很有魄力 绝不是那种做事缩手缩脚的 小脚女人 您过奖了 我就是有胆量而已 在这方面呢 我还得需要多向您学习形象 别客气了 请慢用 好 谢谢您啊 倩倩 你觉不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 对啊 对啊 上次我在那个 歌厅里见到你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敢认 要不然你叫我 我绝对认不出你了 变化挺大的吧 但是我觉得啊 你这些年一点都没变 那天你说你叫邓绵 我脑子里蹭了一下 就想起来是你了 来来来来 那咱们酒瓶重逢 对吧 八年的酒瓶重逢 来 干一杯 嗯 倩倩 你尝尝他们家的牛排 特别不错 好 倩倩 我忘了问你 张家大酒店 现在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你姐姐们不也都挺好吗 怎么你就不上学了呢 唉 一言难尽哪 我这个人从小你还不知道 我就是不爱念书 所以啊 我没有考起大学 再说了 张家大酒店再红火 那也是我大姐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还要一笔生意 想和你交流一下 没关系 你请说 我的合作方 最近有一单大生意 投资四个亿 计划周期 最长不超过十个月 利润翻翻 这什么生意啊 利润那么大 做庄 不好意思 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 就是 要不你们聊吧 我还有事 告辞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喂 妞妞啊 我跟你说 那个楚琳达你根本就不了解 她公司状况你也不清楚 你不能听她一念之词 就头脑发热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说这些你不爱听 但我说的是心里话 我是为你负责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心里有数 你就不用担心了 公司上市是件大事情 目前根本就不具备条件 做庄是违法的事情 怎么能随便参与呢 行了 我又不是小孩 我的企业我还不了解吗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和计划 以后我的事 你不要多干预了 行吗 哎 邓铭哥 你说 你这八年你都干嘛去了 我怎么就后来没见过你呢 哎呀 这八年啊 这八年我干的事多了 我现在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 赚点小钱 也结婚了 结婚五年多了 可是我跟我媳妇 一直没能生小孩 然后总是吵吵闹闹的 就越吵越凶 干脆我俩就分居了 哎 倩倩 要不这样得了 你要不嫌弃的话 你来我这上班吧 我这不像其他公司 那么多事 我这特别简单 你就帮我接接电话 发个邮件就行了 去你公司上班 两天为天一个月 两天 两天哪够啊 哪够我半个月的开销都不够 你想啊 我每天要吃 要住要穿 然后还得打车 交水电费 房租费 根本不够 要不正着了 我再加一件 三千 赵明哥啊 谢谢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 但是啊 就算你给我五千 我也不能去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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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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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累了吧 太晚了 早点休息吧 我觉得 你大姐有些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没事 李叔不是在北京吗 您打个电话 让李叔去了解一下 到了没啊 你去哪儿吧 姐姐 这事关我了 我就不应该让你喝着多久 你看 你把你自己的喝傻了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 不怪你 我自己心情不好 我想喝 你怎么了 不行了 想坐 你走走走 你 等下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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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怎么不往盆里吐啊 你等一下 我给你找杯水 你先行了 你继续一会儿啊 我的妈呀 来 我都厚不出来 来 等会儿 往这儿图 ded spons 你好点了吗 你好点了吗 好点了 嗯 倩倩 要不这样吧 你先在我睡一觉 等你一会儿清醒了 想你家在哪儿 你再走啊 家 我哪儿有家呀 我家在哪儿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要不像这样的了 你就在这儿睡 我去隔壁睡 你要想拖 你再叫我啊 我 你别走 我害怕啊 那我在睡了啊 你不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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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都不做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申请上市的 公司上市没有那么简单 不仅程序规范 手续复杂 而且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和审计 排除法律障碍 进行辅导培训 前期的路少则几百万 多则几千万 一旦失败的话 血本无归你知道吗 这点我很清楚 做企业本来就要担风险 我们都得有风险意识 再说咱们都是年轻人 胆量得放大一点 脚步得卖快一点 不能太保守的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啊 我怎么没实事求是了 做任何事 不得迈出第一步吗 再说我们公司 发展到今天非常不容易 这点我比你更清楚 妞妞 反正老爸觉得小宋的话 说得很有道理 你是得任人想想那事 他说得有什么道理吧 他对运作的过程 他根本就不了解 妞妞 做生意我是没你懂 但我没有恶意的 公司发展到今天 这么大这么好 你如果急功近利的话 很容易出大问题 你知道吗 我这不叫急功近利 我这么做也是希望 把公司做得越好 越强大 行了 以后啊公司的事 你就别操心别管了 妞妞 怎么了今天你怎么说话呢 他说得有道理你就得想想 你看看 走 妞妞 你臭流浪浪带带 你昨天跟我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啊我 昨晚是你自己 非要留在这儿的 你胡说谁要留在这儿啊 你 你干吗把我带回家来了 昨晚你喝多了 我问你家在哪儿 你想不起来 我说我去隔壁住 你非要我在这儿住 对了 我昨天在这儿 就在这儿 你吐我一脸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胡说 你就变了你啊 邓明 我看你就是个伪君子 你 你 你就是想占我便宜你 我冤枉了我 我什么都没做 我 我我 我干什么了我 邓明 你别叫我 别叫我 你别喊了 我求求你了 你要我接下来 我现在又怎么会 邓明 好了 你自己把衣服打给你看看 你看看你的衣服 你都穿着整整齐衣的 我能对你做什么呀 我再也不行了 你这 你把我带回来干什么 这孤男寡女的 躺进上床上什么话呀 干什么 我对你负责 你说真的 嗯 你喜欢 邓明 你喜欢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什么都喜欢 可是我不叫你想得那么好 我 我不在乎 你过去什么样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喜欢现在的你 可是你都结婚了呀 我对你发誓 我跟她早就没有感情了 我一定尽早跟她离婚 我要娶你 妞妞呢 她非常倔强 现在头脑很不冷静 我说服不了她 我想解铃还需系丁人 所以希望你能够 看来 你是想让她必须放弃呀 对 我不明白 公司上是有什么不好 不是不好 而是现在根本就不具备 这个条件和能力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那你认为 什么时机 什么条件 才算成熟 这我也说不好 看机遇吧 这么多年走来 我非常了解这个企业 你错了 真正了解企业的人 是李妞妞 她是董事长 不是你 这么跟你说吧 我在国外一直干这行 算得上资深投资人 我的团队 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况且 现在我和妞妞 也算是朋友 我不会让她冒风险的 可是运作一旦不成功的话 那就是巨大的风险 这你应该很清楚 宋超 你为李总做了这么多 为了什么 我不想看她学跟头 懂了吗 可她为什么不肯听你的呀 我知道 在你的眼里 心里 李总还是原来的 那个李妞妞 可你知道吗 李总现在已经不是 当初的那个李妞妞了 她在另一条路上 顺风顺水 越走越远 而你呢 却站在原地等她回来 根本不可能 你这么做值得吗 公司也好 个人也罢 一切都在变 你不要再执着我下去了 难道 你没发现 转角之后 还有更美好的东西 在等着你吗 什么意思 当初舅舅把你介绍给我的时候 我是排斥的 可是后来 当我知道 你为了一个人 竟然可以哭等这么多年 我很好奇 我想看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次回来 通过接触 我看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 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你真傻 竟然傻得这么可爱 现在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多了 我真后悔 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主动追求你 可是现在 我已经回来了 你可不可以 给我个机会啊 对不起 不可能 你难道对我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这一辈子 只会爱他一个人 可是你们不合适了你知道吗 他是公司老板 一心扑在事业上 公司一旦上市 他就是身家数亿的老板 而你呢 工商局的小科长 九品官都算不上 冰工和审计结果我都看过了 问题不大 我都看过了 通过辅导期三年之后 有望上市成功 太好了 那上市的事就拜托你了 我还得好好感谢你呢 其他单位的费用呢 我都已经付过了 你们公司的中介费啊 我会让财务尽快划过去的 不用那么着急 咱们是好姐妹嘛 帮你还不是应该的 这样吧 如果公司资金紧张的话 肩负一半也行 毕竟我还有团队 需要吃饭嘛 朋友归朋友 工作归工作 两码事啊 再说啊 你有你的团队 我不能让你难做的 这是小事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需要解决 什么事啊 因为上市 公司需要业绩 以现在的增长率 恐怕达不到标准 该怎么办呢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你赶紧说 做妆炒股 其实按相操作啊 是违法的 那怎么行啊 我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了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是这样 不瞒你说啊 内幕消息 有一只股票值得买进 只需要半年的时间 就可以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绝对的高回报 这么高的利润 这个消息可靠嘛 你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 当然可靠啦 那你认为应该 投多少资金才合适呢 太多也不行 资金需要周转 不能受影响 太少了又没什么意思 五千万吧 五千万 那么多啊 那万一要是出问题该怎么办啊 我们这么好的姐妹 我能骗你吗 不不不 我不是不信任你 再容我考虑考虑吧 不过为了公司能够顺利上市 该担的风险 也是应该担的 你知道吗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特别地有魄力 真不愧是你强人 楚小姐 是我 钱已经全部筹齐了 一周之后啊 我会让财务全部打给你 这么快啊 李总 你可真厉害 这五千万 是我用张家大酒店的房产证 跟银行抵押贷款来的 可以说是我的身家信念 万一出了问题 我就是金家荡产了 所以这事拜托你了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好 先生 请您品茶 好 不好意思啊 宋大哥 有车迟到了 好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请坐 喝点什么 多少钱包 我只喝一种茶 西湖龙井 好 请帮我套一杯西湖龙井 好的 那你稍等啊 谢谢 今天大哥约我来 应该是醉翁之翼不在酒吧 咱们看门见山吧 帮我一个忙 把炒股的资金还给牛牛 不可能 我不知道你站动的目的是什么 救命伤害的余地吗 也不是啊 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我 请说 放弃牛牛和我在一起 因为 我爱上你了 你知道吗 牛牛爱的是她的事业 她的家庭 不是你 你别再犯傻了好吗 你这样的交易 我觉得是在威胁我 也是 也不是 你选择吧 对不起 再见 我俩先走了 慢点啊 再见 再见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们在一起好吗 你们都去干什么 没酒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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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啊 我有好多好多的话 想跟你说 前段时间啊 发生了好多事 还记得那条项链吗 就是 我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你送给我的那条 那是从小到大 我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 所以我特别地珍惜她 我一直待在身边 她就像我的一个幸运妇 也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 我把她弄丢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恐怖 真的就像失去了一个 最好的朋友一样 不过您放心 后来又找着了 是宋超帮我找着的 回想起来这么多年 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 不管我心里有多失落 她总是第一时间地来到我身边 帮我解决问题安慰我 我已经习惯她了 我已经习惯她了 我觉得我的生活中离不开她 不能没有她了 可是最近我发现 她变了 她变了 兄弟们 她称是一个高端的 羽毛, 我现在的心里 真的很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爸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妞妞 你知道 我是个不太懂得 表达情感的人 因为从小失去亲人 所以 会把很多感受 以及想说的话 都埋在心里面不说出来 直到我遇见你 我看见你失去亲人 看到你被迫坚强 看到你为家人放弃梦想 小小的年纪 不得不扛起 整个家的重担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心疼 但是 心疼之余 我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 所以 只能一直默默陪伴着你 我怕你太累 更怕你说我委屈 我太了解这种无处释放的感觉 所以 你的任何决定 我都会支持 因为 我想看到你的笑 你一笑 全世界都温暖了 我以为我们这么多年 非常了解 非常信任 但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以这件事来误会我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应该很了解的 起码你应该了解 我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是啊 这么多年 你一直陪着我帮忙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地在为我考虑 这让我觉得特别安全 你心里特别踏实 你至于有的时候 这种踏实的感觉 让我忽视了你的存在 有一片海 红尘滚滚 有一片海 从不徘徊 这片海 把时间浪暖 埋进心底 这片海 把春风花 羽绒进血脉 潮涨满天星光 潮落满地花开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点燃希望 把真情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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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装扮人生 躲在木苔 啊 这片海 有一片海 奇迹征征 有一片海 未曾更改 这片海 把生活沧桑担在街上 这片海 把阳光与路撒满身怀 新年聚在手中 追寻步履澎湃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学着光明 把美好彩摘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未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学着光明 把美好彩摘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未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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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